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武德,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球员?从选秀顺位来看,武德,作为一位曾经的乐选秀,当初,并不被看好,但是,随着自己的努力,逐渐得到大合同。 从武德的薪资来看,火箭,在2020年夏天,13年,4100万美元的合同,通过先线后,换得到武德,这是武德职业生涯,第一份大合同,也是武德职业生涯年薪,首次高于千万,武德,是一位薪资千万年薪的球员。 从武德的数据来看,场均是7.9分10.1篮板,投篮命中率,为50%,三分命中率,为39%,以这样的数据,怎么看,都是准全明星球员,或者一支球队的黄金配置。 从武德,在比赛的观感而言,武德,却是一位攻守极其不均衡的球员,武德在进攻端,可以用玩花筒来形容,不仅兼顾效率,进攻手段极其丰富,但是,武德的防守,却是一言难尽。 从火箭的运作来看,武德,是斯通,作为火箭总经理的第一笔运作,这笔运作,火箭通过交易考伦顿,通过签签后,换得到武德,武德,是斯通上任的第一笔运作。 武德,也是火箭,对2019-2020赛季,无小阵容的一种纠错,赛季中,火箭将卡佩拉交易,最终换来考伦顿,而由卡克,和考伦顿,组成内线的屏障,但是这样的配置,却成为撤走内线防守的噩梦。武德,也是火箭,用来留下哈登。